文明啊 明明嗓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开始带你聊关心 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 丰乐产业园区服务中心的主任 邓祥云服务地方45年 那么借零退休 而花莲市长魏家彦为了表彰 对于东部产业发展的卓越贡献 之前特别邀请邓主任 成为公所的座上宾 并亲自颁证退休的匾额表达祝福 邓祥云又或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 邓国贤 曾经在花莲的美轮 光华 和平 宜兰的隆德 利泽 还有台东风乐产业园区服务 也曾经调任南港软体工业园区 对东部产业发展非常熟悉 我们都是服务厂商 工业区的厂商 对工业区的厂商服务 协助厂商他们的设厂 然后新建厂房 然后他们的营运 只要我们做得到 服务得到的 我们都要不予利的去协助 服务了45年 邓祥云要借离退休了 市长为家业特别致证匾额 表彰邓主任对东部产业发展的卓越贡献 在这边要特别非常谢谢我们邓主任 我们也知道花莲的我们工业区 也服务了40多年的邓主任 即将在这个月已经退休了 其实邓主任不管在地震 不管在任何的灾害 都充当了非常多我们不管是工厂或是很多的老板的一个后盾 都特别来帮大家解决很多很多的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尤其是在地震的时候 很多的食材业者 那因为有很多的受损 那很多的 不管是要受损的部分 要跟中央或是等等的勤款的部分 甚至于厂房的一些问题 都是仰赖我们的邓主任这边做一个协调 我想他是很多企业家的好朋友 那祝福我们邓主任 那退休一切平安 那抱抱孙子 那享受享受轻浮 最后也祝福他 要退休了 邓祥云表示先好好的休息 在家带孙 要享受人生旅程的每一段风景 借轮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